中招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之装 那回顾已经结束了几轮比赛 相应给球迷 最为这个印象深刻的三位参赛的成员 一定是大连人主教练谢辉 大连人前锋林良明 以及深圳队的前腰带给决 谢辉作为中招联赛 全花班球队的主教练 他并没有因为整体的这个阵容实力差 就接二连三的输掉比赛 对吧 反而是谢辉取得了一个三轮不败的 英勇的战机 另外咱们再来看林良明 以及戴伟俊的表现 用球迷的看法 就是说他们在中招联赛上 属于降维打击 那么为什么在一地鸡毛的中招联赛上 以上三位成员还能得到 国内球迷的认可呢 主要还是因为他们具备 这种先进的足球的理念 以及对于足球这项运动的积极的态度 而这一切的成效 都要归根于以上三位成员的留养的经历 要知道谢辉在球员时期 曾三次留养于德乙的联赛 同时还位居过德乙射手榜第五名的位置 还得过这个银薛 那至于林良明和这个戴伟俊也是如此 前者曾效力过 黄马必对后者则拥有很长一段时间 欧洲踢球的经历 所以针对以上的情况 完全可以总结出一个道理 那就是想要让中国足球进步的话 一定要让更多的球员以及教带员走 所以去学习一下先进的足球的这个理念 否则长期待在中国足球的环境中 必然也会受到一些不良的影响 那么秉承以上的原则来看 中国足球还真是有一条可击可贺的消息 因为中国流洋军团是成功的赛片艺人 男足潜力新兴是登陆了西班牙联赛 并签约了马德里竞技U12的梯队 具体的情况如下 根据网络上个人的一个媒体发布的动态来看 是有一位小将小球员 这个成功试运进了马德里竞技U12的梯队 至于这名小球员的详细的信息吧 该播主没有敢给出 但好在是分享出了几张马德里竞技方面的这个入队邀请书 还有小球员试讯时的现场是现场照 咱不吹不黑的说 中国小球员可以在世界顶级球队的梯队 得到训练的机会 它的成长速度必然也会超过国内清训的大部分的小球员 值得关注的是 西亚联赛方面组织的希望之星 鼓标赛也已经正式拉开帷幕 其中参赛方都是西亚俱乐部U12梯队的小球员 这就不排除这位签约到马静U12的中国小球员 可以获得到出场的机会 与未来西亚的球星同台竞技再往长远的说 如果这位小球员表现出色的话 这对他未来职业生涯的发展一定也会起到助推的作用 那各位听听朋友对此您怎么看呢 欢迎在主播留言看到